根據司馬光的自治通見,在公元626年的7月2日清晨,被建成太子和其王元吉棄林構陷的秦王李世民忍無可忍,終於在玄武門設下伏兵,趁太子等人到靈弧殿上朝前,伺機翼網誅殺。 太子一行來到玄武門前,發覺情況有意,立即回馬朝東宮逃跑。 此時李世民在後頭呼喚,元吉反身對世民連射三箭,卻因太緊張,公衛拉滿沒有命中。 李世民隨後一箭射殺了太子,遇持工人馬跟著趕來,左右射中元吉的坐騎,使他滾下馬背。 而隨後追上的秦王坐騎,靜英突然受到驚嚇,將李世民也摔落下來。 其王劍姬姬不可施,立刻奪功打算勒死李世民。 遇持工大聲赤賀,元吉自知不敵轉身就跑,企圖李世民。